第藏七打七手册 三 忏悔解怨 为什么要忏悔 我们为什么没有出三界 就是无时间以来 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些罪业怎样来的呢 原来都是在前世或长久以来 与众生有了不同的牵缠和纠葛关系 有的是互为彼此的关心 照顾 帮助而形成的善缘 有的是彼此争执 抢夺 侵犯 伤害 凌辱等 而形成的恶缘 这就产生了冤亲债主历代宗亲的关系 彼此的各种姻缘缠结得越深 不论是良善的或不良善的 彼此就越容易在来世的轮回中再次相遇 属于情感引起的业缘 这次就用情感的形式解决 属于物质或生命引起的业缘 这次就以同等的形式偿付 六道轮回的根本实质 就是众生与众生之间 愿愿相报 相互还债 无有边际 没完没了 受报期间不肯接受 又造新业 为今后受报又种下了因 千方百计 把人家的据为己有 结果还是命中有的有 命中没的偷也偷不到 本来命中有的用偷的形式取得 反而会造下深重的罪业 忏悔罪业是非常重要的修行 忏是发露过去所做的旧恶 悔是知错以后再不复作 忏悔就是向我们的冤亲债主 道歉 请求他们的原谅 我们深口意 无时无刻 不再制造着各种罪业 如果能够依善知识引导 努力颤除罪业 就能彻底扭转 堕落恶趣的命运 我们应该想到 在往昔 我们都曾造过堆积如山的恶业 如果不想承受这些恶业所感的苦果 都应精进忏悔业障 战查善恶业报经理讲得很清楚 善男子 若未来是诸众生等 欲求度脱生老病死 是学发心修习禅定无相智慧者 应当先观素世所作恶业多少 即以轻重 若恶业多后者 不得及学禅定智慧 应当先修忏悔之法 所以者何 此人素惜恶心猛力故 于今现在必多造恶 毁犯重劲 以犯重劲故 若不忏悔令其清静 而修禅定智慧者 则多有障碍不能克火 或失心错乱 或外邪锁脑 或纳受邪法增长恶劫 罪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灭时 罪亦亡 因为罪本身是原生原灭的 它没有实在的自性 只是一种忘有 罪业本是虚幻不实的 因为众生忘心执着 固有罪生罪灭的实在感 一旦我们破除了心中 对罪的执着 它就随原散而灭 这就是忏罪的原理 一礼佛大忏悔文忏悔 地藏七提倡 一礼佛大忏悔文忏悔 在佛前顶礼一百零八次 真诚其请八十八尊佛慈悲加持 忏悔重罪 回向功德 发愿断恶修善 从心中消除罪障 忏悔方法中 致成礼拜八十八佛 最为殊胜 最为简便 以最常用 极易感应 得见锐响 身心清安 足以证明 罪灭障处 堪坷进宫 修行半道 时故古德大善之时 将之列入早晚客颂 从普光佛 到一切法常满王佛 这五十三尊佛号 出自佛说观要王 要上二菩萨经中 经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急于一切众生 得闻是五十三佛名者 世人于百千万亿阿僧其节 不堕恶道 若富有人能称是五十三佛名者 生生之处 常得直欲十方诸佛 若富有人 能至心敬礼五十三佛者 除灭四重五逆及棒方等 皆兮清净 从释迦牟尼佛到宝莲花 擅注梭罗树王佛 这三十五尊佛功德名号 出自佛说决定 皮尼经 经云 若有菩萨成就五无见罪 犯于女人 或犯男子 或顾犯 犯塔 犯僧 如是等于犯 菩萨应当三十五佛边 所犯重罪 昼夜独处 至心忏悔 菩萨若能称比诸佛所有名号 常于昼夜行三逝者 得离犯罪 积诸幽悔 病得三昧 由此可见 称念礼拜八十八佛 功德威神不可思议 能除一切极恶重罪 事故 我等末世行人 不论罪障迷惑 若轻若重 悉恩至常 恭敬礼拜八十八佛 功德名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